这男的叫吉刚 在广告公司上班 为了提早下班他 今天拼了 去参加大学登山俱乐部的小聚 工作后 他跟旧社员们已经五年没见 社长虽说聚会挺好 紧接着却让他 客户今晚要见活动方案 身为标准打工人 吉刚只得卸下背包再开电脑 山田把方案先发 我没完也成 我晚上有事儿 我先闪人了 山田的态度差点让吉刚爆炸 但他还是硬忍着 加了三小时半 把企划做完了 结果就错过了期待的聚会 转头吉刚看见了一张熟面孔 那女人是他大学时的师姐 也曾是登山社的一份子 三年前因为爱吃爱喝 他毅然决然辞掉了 食品公司的研发职位 现在是个超火的美食造型大师 聚会散了 他觉得还想再喝点 就跑到把台继续畅饮 吉刚立刻挨着惠子学姐坐下 叫了杯啤酒 他对惠子的形式印象深刻 尤其是他那如鱼得水的 交际手腕 旁边的客人把刚要的 豪华刺身大拼盘跟他们分享 新鲜又甜 真的超好吃 这家的熏青花鱼也是招牌 那金黄色的外皮 看着就诱人 吉刚说他很少这样 在带把台的小店喝酒 接儿一来 他觉得挺舒服的 还挺适合聊天的 本来因为山田生气的心 现在也冷静多了 但他更喜欢连锁快餐的感觉 点餐用触瓶挺便捷 而且进门也轻松自在 但贤子觉得 他其实不需要快餐 就立刻推荐了家出学者的小酒馆 隔天一到办公室 山田知道吉刚已单干完计划 不仅没谢 甚至还冷嘲热讽 这时吉刚真想找酒消消气 那晚 他就去了贤子推荐的地方 进了条胡同 发现个叫达摩的小店铺 铺面来的是 昭和旧时光 店里透过窗户看 全是老顾客 让吉刚迟疑着 要不要进 你想喝点啥 咱这儿的啤酒 冰爽又提神 特别能解除 工作一天的劳累 吉刚瞅着满墙菜单发呆 由于该点哪个菜下酒 旁边的大叔跟他说 这儿的天妇罗挺好吃的 还招手叫了服务员 直接给吉刚点了份鱼天妇罗 这突然的行为 让吉刚有点猛 他在想 是不是大叔请客呢 然后又赶紧多点了份 金枪鱼纳豆 把新鲜的鱼肉 裹上面粉油炸 马上就听见 那滋滋的好听声音 面粉炸的酥脆 正是火候到了 端上来的不仅是鱼肉 还有新炸的紫苏叶跟茄子 油炸食品的吸引力 就是这么大 香味一出让人 忍不住要动快 吉刚加了一块 蘸了调好的萝卜泥酱 酥脆的表皮下 是嫩滑的鱼 这种对比既鲜明 又相辅相成 看吉刚吃得那么香 旁边大叔也洋洋得意 再来一口冰镇啤酒 就完美了 冰凉和热辣的快感 让他心里超满足 接着上来了金枪鱼纳豆 意外的下酒菜 金枪鱼分量好足 葱花和海苔功不可没 他们提升了味道和口感 大叔教吉刚要先 把这道菜拌均匀 再滴几滴酱油就绝了 吉刚认真拿起筷子 开始拌 不自觉地想起了 同事山田的脸 于是他越拌越猛 脸上的表情 像是遇到仇敌 邻居大叔看穿了他的苦恼 劝他吐露心声 吉刚提到 卡在上头和下属中间 实在是太难熬 自赶快要忍无可忍 大叔安抚说 那新人迟早会懂事 回想起吉刚出出茅庐 可能曾让前辈这么费心 什么都没做好 还特别得意 吉刚又振作了起来 往金枪鱼纳豆 滴了点酱油 纳豆包裹的鱼肉 黏乎乎的 吃起来又紧致 又滑嫩 味道独特 吉刚忍不住感激大叔 多亏他倾听抱怨 食物变得这么美味 幽形酒吧 就是有那股吸引力 让本就紧张的吉刚 找到了特别的温馨与畅快 今晚的饭真好吃 吉刚发短信 谢谢惠子学姐 因为他推荐了这么好的店 我忽然明白了 学姐 你为何推荐这点 感觉我好久没真心谈话了 谢谢 连锁店确实不错 但有些特别的体验 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 惠子学姐也这么跟吉刚说 这种有吧台的小店 被称为幽形酒吧 待在里面 就感觉大家都平等 座位没高低之分 无论哪边坐 无论是员工还是顾客 人人平等交流 还能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简直是人际交往的舞台 吉刚觉得自己 可能有点爱上了幽形酒吧 下次不妨带山田一起去 两人的交流更近了一会儿 自那次幽形吧台唱以后 吉刚就只想下班马上去放松 盼着能跟小弟山田谈天 这天吉刚邀山田 同去幽形吧 咱们一起去算工作吗 山田这么一问 吉刚愣住了 紧接着山田假咳嗽 说自己感觉不好 想直接回家躺着休息 显然他不愿意和疾风外出 第二天一到公司 社长立刻叫吉刚去看模型房 说原来管这事的山田 得了流感躺倒了 看来今天又得替山田收拾烂摊子 模型房到底是干啥的 吉刚心想 山田肯定是看不上这活儿 太丢人 才借故流感偷个懒 这里热得跟蒸笼似的 好想来灌冰啤酒 终于挺到傍晚了 脱下卡通服的急往浑身是汗 这时候最解乏的办法 就是车站前喝杯啤酒再回家 最好叫上惠子学姐 找个新开的U型小酒吧 惠子正忙着跟客户开会 他们打算开一家意识风味浓厚的餐馆 便请惠子帮忙出谋划策菜谱 用了好多香草跟大蒜一起搭 做出来的托斯卡纳特色炸土豆 这烤肉也有托斯卡纳的味道 接到信息后 他打算给吉刚添点难度 如果上回的达摩居酒屋 算是U型吧台的基础款 那神乐版的阿祥居酒屋 就更有挑战性了 跟着导航钻进一条小街 这儿挺多洋气的酒吧 祥哥的家就藏在巷子里头 门口那个超大的烤鸟灯笼真显眼 吉刚鼓起勇气迈进店里 同上回的达摩家比起来 这儿的装修档次明显上了一截 可那股昭和风味依旧浓厚 祥哥我的乌龙威士忌苏打 怎么还没来 吵死了别吵了 客人怎么这么嚷嚷 祥哥来份鸡针和尖焦考一考 明白了 听着别的客人叫单 都直呼祥哥名言 第一次来这儿的吉刚 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交恐惧 甚至都搞不清点菜的正确时机 整天苦熬在闷热的玩偶庄里 再加上新店的紧张气氛 啤酒带来的解压似乎分外得利 这儿的小菜差不多都四五百日元一个 吉刚点了份油豆腐和烤鸡心 接着又要了烤鸡皮一份 店内的顾客们谈笑风生 还会不时和阿祥逗逗嘴 这繁华的场景让吉峰觉得不太熟悉 通常他只吃连锁快餐 这个店的烤串挺小 色泽深沉 意外的轻轻一咬 浓郁的酱香味一满口中 配啤酒简直绝了 油炸豆腐淋上酱油撒点姜末 外酥内热 显然是精心烤制的佳肴 阿祥很认真的烤着每一串鸡肉 和鸡心相同的 小小的鸡皮串 虽然看起来和吉刚以前 讨厌的鸡皮大不相同 原本应该嫩滑的鸡皮 净吃起来脆得出奇 阿祥真不简单 这鸡皮的味道别无分店 吉刚渐渐被这小店吸引 于是他开口跟旁边的人搭讪 经过其他人推荐 吉刚再加了根鸡皮 这时候 学姐惠子走了进来 看得出惠子跟阿祥 还有其他人关系停铁 又点了串烤鸡皮 再要两串 真是不懂事 今儿又享受了一次美妙的悠行吧台 想到阿祥的举止 可能是那种不造作的亲切吧 最近吉刚工作上也碰壁了 不过见识到阿祥的干劲 他信了只需踏实干 也能感动人 学姐惠子跟他说 悠行酒店不止酒菜 还有满满的人生哲理 看样子 吉刚以后 要常向惠子打听好酒馆了 28岁日本单身汉 到底有多爱酒 每日哪怕是工作中 跟客户接触 只要一想到晚上能去 在居酒屋的悠行吧台边 喝上一门 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前一晚 吉刚还是忙到差点累垮 趴在堂一上 幻想着要和心仪的惠子学姐 找个好的悠行吧台 这时候惠子的来店 他提议第二天一起去喝一杯 他们就约在那个地方 在吉刚的故乡横滨 按照惠子告诉的坐标 车站出来往右一拐 就能瞧见那条巷子 转弯进去走不到一分钟 在扩建区的空旷处尽头 坐落着一片仿若时光错过 保有昭和年代风情的所在 虽然自己是土生土长横滨人 但吉刚还真是头一遭特意来这边 只走到头就到了和前辈约好的小店 磨砂玻璃让吉刚看不清里面 但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人坐着 确实是家进不去的店 虽然最近常去悠行酒吧 但吉刚每次都紧张 今天这店人真多 你真是准时喝酒 要不要喝啤酒 那就是啤酒了 刚从冰箱拿的啤酒 技巧满分地倒进玻璃杯里 下班喝的啤酒特别爽 这儿每个人喝酒都有自己的节奏 不必迁就别人勉强自己 就这么一小块地方 却汇聚了各色人等 像那位对旧书如数家珍的书店老板 善于家具打造的木匠 大学里教书的老师 还有搞美食的惠子 能和谁都能聊上几句喝一杯 惠子点了份咸味烤肥肠 这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这家酒馆的烤肥肠一串五块 一份四串 一上烧热的炉子 立刻滋滋冒油 外皮焦脆就能上桌 身后食 里头的肥肠还特软 一咬下去 回味无穷 吉刚头一遭 尝到这么赞的烤肥肠 再来杯冰镇啤酒 简直是打工族的超级治愈品 还有人特地跑来别的城市 就为了尝着爵味 该泡枣的时间到了 泡枣 吉刚满脑子都是泡枣的情景 笑得合不拢嘴 你是不是想差了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这家店的泡枣 原来是水烫生肠 加葱花和酱汁 就成了生肠泡枣 惠子还撒了点辣椒粉 蘸着黄末 味道真是太香了 肠子吃起来又嫩又有弹性 调料里的花椒味特别正 比起喝啤酒 这道菜肯定更适合日本酒 吉刚忍不住筷子不停 吃得根本停不了 在惠子学姐带动下 吉刚今晚连续干了好几杯 最后直接在吧台上睡着 脑袋迷糊中听到 惠子提他男友老是出差 天天飞来飞去的 吉刚这回明白 学姐为何老自己喝 直睡到了深夜 惠子付完钱走了 说去请学弟啃拉面 老顾客们都觉得 不吃最后一碗拉面 就好像没来过这儿 一份面条丢进热水里 等着的时候老板用高汤 拌一碗酱油味的汤 面条捞起沥干水分装碗 加上叉烧和鱼板 一碗外表朴素 却味道非凡的 节酒拉面做好了 吃面前得先试试汤 鱼干的鲜香全都融入汤中 口感鲜美又不油腻 喝酒后吉刚觉得 暖洋洋的辛勤书唱了好多 在日本吃拉面得大声 面条又爽口又有弹性 就这么轮流吃面喝汤 再咬叉烧 真的太美味了 多谢招待 听隔壁桌客人讲 每次惠子都得吃碗拉面才走 但今儿个奇怪的没吃 吉刚觉着学姐肯定出事了 她一起醉食 看她孤单的背影 那么落寞 大概是因为想见异国的男友 却见不到吧 店里的烤肥肠真好吃 还有节酒绝佳的拉面呢 吉刚在这儿 发现了学姐出乎意料的一面 真不愧是悠行的大混场 样样俱全 五彩斑斓 但她怎么才能让学姐开心呢 接二个吉刚正闲着喝咖啡读书 社长又来到她旁边 说山田在工作上又闹了个乌龙 搞造了昨天接待顾客的事 听说比客户还早到了约好的地方 然后自己先找了个座位吃起来了 搞得客户火冒三丈 老板认为下属犯错领导也有责任 得抓紧处理这档子事 所以老板想让吉刚跟着山田一起去道歉 结果吉刚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回真是对不住 尽管吉刚带着道歉 还准备了礼物 可山田那脸 还愣是一副不甘心的模样 这就让客户更不高兴了 结果客户直接把礼物退回来了 没采纳道歉 回家路上感觉山田似乎有点悔意 吉刚决定不再计较 早点结束去喝一杯吧 但山田好像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反倒觉得客人太讲究 小题大做 他拒绝了吉刚的邀请 居然撂下脸就回家了 真是个怪态 吉刚在自由之秋站周围 周围全是潮流小店 但车站另一边 就是抄街地气的小街 吉刚发现了家满于居酒屋 网里一瞧 只有一张吧台 正是他喜欢的幽形吧 吉刚急忙给惠子学姐发了照片 跟着鰻鱼香味走了进去 明明天还亮着呢 这家店已经客满了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 吉刚先来了杯啤酒 先倾斜三十度厚杯子正直放置 这种倒酒技巧 能让泡沫比例刚刚好 我开始吃了 餐厅墙上挂着菜单 可好像都是鱼的各种部位 吉刚没那么清楚 先来点鱼头和鱼干 嗯 谢了 放心吃吧 会好吃的 这间居酒屋专做鰻鱼烤串 都是用木炭慢烤出来的 炉中厚重的炭层表明 这店生意相当火爆 烤之前得把串站下招牌酱料 接着就扔炉里去 鰻鱼油一碰那滚烫炭火 马上企业冒生诱人急了 这些鰻鱼串基本上都烤好了 等客人一点烤箱就行 吉刚做的地方离烤炉超近 一转头就能瞧见烤鱼过程 简直是悠行吧 抬得极品好味 隔壁的时刻 觉得鱼头撒点花椒更棒 别被鱼头的颜色骗了 吃起来真的很赞 嚼劲十足 胶质多 吉刚实在停不下来 赶紧来一杯啤酒配成 吉刚再要了杯清酒 模仿旁边老头的举动 清酒加冰味道就会 变得更加细腻饱满 老头说这是省钱喝酒的渣 接着惠子也加入 他弄了杯乌龙茶餐酒 惠子尝来这儿 他又点了两串咸烤串 接着又点了两串必吃的加罗巨粒 吉刚对这个名字一头雾水 那其实就是鰻鱼处理后剩的料 搓成串烤一烤 别小看这是鰻鱼的剩料 他可是让人畏惧的下酒佳肴 简单的盐烤鰻鱼搭点芥末 先来一口不加调料的试试 味道真是鲜爽 沾点芥末味道立马变得惊艳 虽然辣到眼泪直流 但那味道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烧烤完的肉串再浇点酱 撒点辣椒粉 油花满满散发出香气 肉质嫩弹让人精神百倍 吉刚觉得能吃好多串 但惠子说最多只能吃两串 这样才能保持他的美味吸引力 居酒屋的魅力就在这儿 游行吧台上 大家坐哪都一样没有高低之分 可以自在地倡议 这儿能认识友善的新朋友 听到他们的趣事 今儿又轮到惠子前辈请客 虽然他和我只是前辈和后辈 但感觉我们俩越来越熟了 今天工作上吉刚又受挫了 和小弟山田聊天时 又挫败了一把 决定自己去喝点 消消气 这时候就得靠悠行吧 台旧场了 吉刚刚打算自己去找个居酒屋 就收到了惠子学姐的电话 俩人今天巧合都想出去喝一杯 那就一起去呗 他们今天约在挺田喝酒 我这就来 那些充满温情与生活气息的小店 通常都藏在巷弄里 吉刚透过窗户往店里瞧 那温暖的黄灯光 洋溢着浓厚的昭和风情 让人不禁充满期待 吉刚今儿坐的位置挺好 既能观望老板烹饪 也能瞧瞧吧 台两旁的客人 这让他应对自如 感受到悠行吧 台的乐趣 吉刚习惯性地先来杯啤酒 这儿的酒杯大小 正好拿来点开胃 这时吉刚瞄到吧 台上的零食 有他爱吃的蒸芋头 他点了份芋头 老板迅速端上来 还配了盐和芥末 让他蘸着吃 沾了点盐 味道更香更落了 撒点芝麻 香味更浓 吉刚投回听说蘸芥末吃 他试着蘸了点 芥末那一刺激 美味更鲜 第一次尝试真不错 接着来杯清酒 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这时候 惠子走了进来 点了杯和吉刚同款的清酒 又额外点了份糖醋鱼 今晚非喝个痛快不可 把小鱼裹上薄薄的面粉 炸一炸 炸成金黄脆皮 再浸进酸甜酱里 搭配点清脆蔬菜丝 就Perfect 喝清酒的乐趣 在于第一口 纯碰酒面 那个快乐 就开起了 这清新的酒味特解渴 立马就激起了我的食欲 糖醋小鱼虽小 味真是鲜美极了 鱼肉新鲜又滑嫩 皮肤沾了酱汁 一个自萃 搭配清新蔬菜丝 简直太适合小酌了 对于想焕然一新的你 这菜正合适 惠子挑的藤壶是海味 长腹着在岸边岩石上 长得挺像马牙的 被誉为海洋里的魔物 能附着在海龟身上 其实味道鲜美 肉质嫩 也有人说 它是地狱出的海味 但到底该怎么吃这活 有个会试的硬部位 得这样握着它 急缸头回见这玩意儿 居然二话不说就吃了 这不大的家伙 像贝勒一样 竟然尝起来像螃蟹 真是不可思议 旁边一对男女 突然起了争执 女士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他们原来是青梅竹马 女士离婚后 回了老家 男士想说 辛苦了 却脱口说了句 恭喜 女士受不了 他幸灾乐祸的态度 忘带包 又不得不返回 内脏在锅里 慢炖高汤中 撒点芝麻和调料 就能出锅 直接是个热乎乎的佳肴 肉饼在炭火上 烤得外酥里嫩 蘸点酱料后 再放火上烧烤 烤出满无香味 就能吃了 看到面前的免费小菜 男女俩都不约儿童 静了下来 这家店 是让人好好享受 美食美酒的地方 趁着冰镇酒和热菜 快享受吧 男人先端起酒杯 女人也跟着喝了 看男人那呆样 惠子喊他 快给女人加菜 女人头一回长颜炖内脏 味道嫩得惊人 咸汤也特解渴好喝 似乎对美容有戏 怎么吃都行啊 吃肉饼 别忘了蘸黄芥末 用了九成纯肉 这汉堡肉超实在 蘸的酱超级酸甜 看他俩吃得开心 吉刚惠子和客人 都替他们高兴 男的大口喝啤酒 说吃这美味的美法撒谎 恭喜你真心话啦 别逗了 真的 男的借着酒室 向女的告白了 他一直对女性情有独钟 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 如今机会终于来临 他绝不能再让他溜走 女性轻轻一笑 随即变得有点慌张 尝试吃东西来掩盖尴尬 酒馆里的客人 纷纷敬酒 庆祝他回到这条街 这大概就是 居酒屋独有的吸引力 老板跟客人 靠这把台 变得亲密无间 营造出独特的陌生感 多亏了拖会子 男士终于和女士 开始约会 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心愿 看着二人这副模样 吉刚不由地思考 如果惠子前辈 跟男友分了 他会说些什么呢 我就喜欢你吃得 那么满足的样子 惠子学姐的暧昧话 马上让吉刚高兴了起来 是不是他跟惠子 可能会有点小火花呢 泥丘活蹦乱跳 扔进开水 如果他挣扎见水 直接盖锅盖压主 最后浇上蛋液 日本打工族 最爱的泥丘锅 就做好了 对付那些工作 压力大的情况 对总加班的日本打工族来说 啥是最解乏的招数呢 28岁还担着的吉刚觉得 套在U型霸台 最能舒缓心情 今儿的吉刚 没听惠子师姐推荐的酒吧 而是在街上 撞见一家挺不错的 看到心仪的店 不进去才怪呢 店前的标志 满满的昭和味道 吉刚还得工作 索性去吃碗拉面 透过玻璃一瞧 居然有他爱的U型霸台 嘴角不自觉翘起 这店开了80年有余 店里人们举杯轮流 聊的声音 洋溢着轻松快乐 这次吉刚没要啤酒 直接点了碗拉面 这家店的拉面 很正宗 像东京老味道 还加了鱼糕 真的让人回味无穷 听别人说 这拉面在附近数一数二 真的挺好吃的 汤头清澈又鲜亮 就是那种淡淡的酱油味 所以特别好下咽 这味道就是昭和年代的 经典中华面味 吉刚吃得津津有味 就连里面的鱼糕 都是小时候那种 朴实无华的口感 不一会儿 他把碗里的面汤都喝光了 真是家不错的小店 下次记得喊惠子学姐尝尝看 吉刚和惠子 最近走得更近了 都是工作牵扯的 吉刚特地去过惠子的工作室 拍蛋糕照 他们从居酒屋出来后 吉刚就立刻给惠子电话了 两人定了周日见 但惠子说会带个朋友 见面才知道 是惠子的妹妹杨子 喝酒后当然得吃拉面 三人一边聊一边走 很快到了这家酒馆 喝点啥 我要生啤我也来 那就三杯 爽快的啤酒一眼下 喉咙终于不那么干了 他们发现 老板娘一直守着一大锅 老板娘解释 说锅里炖的是招牌内脏杂主 特别是马的内脏 里面只有马的内脏和牛肺 其他东西绝不放 这是他们开店以来的规矩 锅里的浓稠酱汁特别诱人 看上去配酒正好 要不要试试呢 好的吧 就是这样的小碗菜一份 那股味增酱的香气 已经完全浸透了内脏 不过又别有一番鲜嫩口感 感觉要是不点 这道特色菜 相当于没来过这居酒屋 一道内脏 主让吉刚干掉了一大杯啤酒 他连忙催老板娘 再来一杯 惠子点了杯乌龙茶酒 杨子是选的气泡烧酒 继续吃的话 再要跟黄瓜没泥拌泥丘锅 还有鱿鱼条 泥丘火锅用的都是活泥丘 一捞出来就往锅里移倒 泥丘一烫就扭动不停 这时得赶紧拿锅盖一盖上 泥丘熟了 浇鸡蛋液上去 盖子一开鲜香扑鼻 泥丘全都裹在软绵鸡蛋里 鱼肉特别嫩滑 由于丝味道真鲜美 黄瓜没半爽头解腻 这美味的东西 大家一块分享 吃起来真是更香了 轻松地边喝美酒边吃好料 幸福感真的满满的嘞 三人一直喝到日若不绝 趁惠子打电话时 杨子说 姐姐最近跟男友联络少了 所以经常感到孤单 但他最近老是提到吉刚 似乎比提男友的次数还多 杨子相信吉刚一定是好人 肯定能让姐姐感到幸福 他来喝酒 其实就是想见见姐姐总提的吉刚 杨子也好奇吉刚对姐姐的看法 这时候惠子接了个电话回来 他们决定今晚就用拉面收尾吧 可是老板说不好意思 白天的拉面已经卖光了 虽然没吃上好吃的拉面 这小店的每道菜 都透着店主夫妻满满的爱 卵心又给力 时间还早呢 杨子建议再串串别的店 但今儿就此打住吧 街景不断变心 这店却始终坚守传统 吉刚心里暗下决心还要回来 每天上班受气的吉刚 今天策划案又被否了 这不免让耗费了不少心血 做策划的吉刚感觉十分落寞 没想到晚辈山田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算了懒得生气了 吉刚黯然无处倾诉心事 只好向关系不错的惠子学姐发些信息 为了鼓舞吉刚 忙碌的惠子抽空给她打电话 讽刺到你这个废柴振作点 惠子叫吉刚去她最爱的悠行酒吧小桌 一方面是为了安慰她 另一方面也是答谢她之前 请她和妹妹杨子喝的酒 这次惠子推荐的是自己暗藏已久的小馆子 这家可是顶级的U型吧台 吉刚一听暗藏的店四个字 立刻兴奋起来 顶级的U型吧台 店就在东西挑战周边 对吉刚来说是头一趟 夜里街头的小店挺热闹的 香喷喷的小馆子通常深藏在巷子里 吉刚不知不觉走进了居民区 最初她还以为迷路了 直到看见前面的那盏红灯落 才明白自己没迷路 只是绕了圈 店里顾客不多 只有老板娘一人在忙 吉刚刚点了杯啤酒 老板娘却只端来一瓶啤酒喝个杯子 得亲自到角落那个暖箱里取啤酒 吉刚还以为自己在U型酒吧算不中高手呢 哪知道刚一来就挨了顿响亮耳光 头一次踏进这超级U型酒吧 她手都阴紧张颤都不停 可一口啤酒后凉爽舒缓 不是敢顿时消失无踪 然后就想着啥菜下酒好 小店的菜单里好多菜 只要二百日元就够了 她正犹豫呢 惠子就推门进来了 她一落座便跟老板娘闲聊开了 看样子惠子应该尝来 她点了土豆沙拉 一大碗装满了 口感又滑又嫩 就跟石妈妈做的似的 味道真心让人觉得踏实 真的好吃 惠子姐跟她说 老板娘原本在银座商场当售货员 泡沫经济弄得她失业 才接手爹妈的酒馆称家 老板娘给来点小吃 即刚心里早盯上那堆小石 没想到惠子眼光跟她一样 真给点了一份 惠子说这儿是 她第一次光顾的U型吧台 所以她对这地方特别有感情 那时候惠子 还在做食品公司开发部的工作 好几个她提的产品计划都通过了 但因为卖相不佳 上架没多久就得停售 她想研发更受欢迎的食品 跑遍了许多网红小吃店 尝的东西越多 越摸不着头脑大众到底喜欢什么口味 就这样闲逛 她在夜晚发现了那个醒目的红灯落 她一开始只透过门缝探了个头 马上就被热心的老板娘请了进去 当时她坐的正是现在这个位置 那时候的惠子和今天的吉刚一样 对着自己去热酒柜拿酒感到好奇 空肚子喝了口冰啤酒 这种畅快让惠子有点微醺 厨房的老板娘正在弄她点的豆腐包 就见她向锅里放菜后立刻盖上盖子 旁边喝酒的顾客不禁评论道 豆腐的跟着一起下锅 不然客人吃的时候会是冷的 老板娘不但没反对 还乐意接受 顾客竟然在指导老板娘烹饪 因为之前一直在商场工作 老板娘做饭的技术一般 是靠这些常客的帮助 才能把小店继续开下去 因此她必须尽力去做好每件事 砂锅内是用高汤烹的豆腐和素菜 边吃边沾点酱 虽然味道看似淡 却有种亲切的家常味 一旁的食客向惠子推荐了 必尝的日本酒 听说只有这里才喝得到 口感爽口醇和 顺滑 对老顾客言 一天不在这压轴就心神不宁 这小店没啥特别小菜配酒 老板娘性情真挚 常客们也在这气氛中 悦得其所 确实挺让人心情好的 这种美好网评说不清 听完惠子和店的往事 吉刚特别受感动 这小店真能带来力量和支持 绝对堪称终极的幽形酒吧 他俩下回的酒 肯定是惠子当初那款日本酒 低头清明一口 那份愉悦又回心头 海苔裹着芝士一口吃下 甜美与奶香相得一张 简直是配酒绝配 夜晚真宁静又舒心 人生嘛 欲挫折或迷惘时 只需朝红灯笼前行 毕竟人生漫漫 稍微绕个弯 有时也挺好 想想今天工作的波折 又算到了啥 振作起来继续走就是了 闸串裹上那浓郁咖喱 居然如此美味 出乎意料 再搭配杯冰镇啤酒 人生还有啥烦恼 周末要加班 真是受够了 因为工作必须改进度 吉刚只好和小山田 一起周末加班了 只有吉刚在干活 山田则是在一旁闲聊喝咖啡 前辈你真能干啊 其实加班都是因为 山田拖沓的工作 山田居然说 他得跟女朋友见面 就先溜了 碰上个这么不靠谱的小弟 真是没晕 吉刚只好闷坐公园里 不知怎爹 就给惠子前辈发信息诉苦了 看到学姐惠子的消息 吉刚立刻回了个电话 说自己连午餐都没吃 更别说早饭了 一口味冻 惠子给他介绍了 家U型酒馆 能在白天就开怀畅饮 让吉刚去放松下 好好吃点 他介绍的居酒屋 就在赤羽站旁边 那可是酒客的天堂啊 白日里就能畅饮的U型酒馆 吉刚第一次听说 这次他没透过玻璃窥视 直接鼓起勇气进去了 虽然天还亮 但店里几乎满座 而且大家看起来喝得挺开心 这才像自由街道 居酒屋的味道 最吸引人的是烤炉飘来的烤串香 U型吧台的一大卖点 就是视觉嗅觉都能享受 享受做饭和吃的双重乐趣 吉刚打算先来份招牌菜 自酿的玩鸡啤酒 小份炒卷心菜鸡蛋超便宜 不是真的会后悔 白日一早就开喝 感觉有点负醉 但这酒实在太香 连带着负醉感吉刚都觉得开心 白天喝酒简直完美 把少量卷心菜叶放进平底锅里 稍微一炒软了就浇上蛋液 再翻炒几下就能盛出来 尽管用的食材和做法都简单 但味道真的是特别清新又香 卷心菜叶裹着满满的蛋香 只这么两样东西 竟然意外的美味 吉刚正专心致志地吃着 这时惠子亲手亲脚地走了进来 惠子一坐下就来了杯叫南山的日酒 接着又点了两串烤章鱼 新鲜章鱼变成烤串 高温让肉紧缩 皮肤更香了 得蘸满酱汁烤章鱼才好上桌 肉质弹牙酱味十足 这会儿下午两点多 能在小店悠闲喝酒吃串 对于像吉刚这种打工族来说 太奢侈了 章鱼这里生吃也行 感觉好奢侈呢 这时背后想起一对情侣吵架 明明选了这家酒馆 男的还大让讨厌吃内脏 惠子心想这客人真没礼貌 好心情都没了 不想吃干嘛还来呢 吉刚回头吵吵架声看 竟是那对情侣 居然遇上了山田和妹妹杨子 四个人互相看了都挺意外 既然撞上了索性一起喝一杯 也好补偿吉刚之前 没请到山田喝酒的遗憾 伴随着烤炉丝丝声 大家开始闲聊起来 山田本来就不爱喝酒 对吃的也提不起劲 之前说喜欢那家小酒馆 不过是为了追杨子庄的兴趣 他实在不爱跟一群人喝酒 所以才常常推掉疾风妖精 那咱们再干一杯吧 来吧碰个杯 山田一气喝成的喝完了满杯 不过笔闷着脸强 杨子叫了份未曾土豆 但山田发现店里有个秘密菜单 传说炸串蘸咖喱特好吃 这吃法让大家都很好奇 面包糠裹的肉串一下油锅 马上就起了满锅油画 这炸的声音天下最美 带金黄脆皮就可捞出利油 浇满咖喱酱瞬间食欲打开 这一摸看着就让人馋 一口下去满是活力的味儿 你不是说不想去悠行吧 对吧 就因为悠行那种特别的感觉 这儿的佳肴美酒 吉刚和山田的矛盾明显缓解了 山田今天确实太兴奋喝成大醉酒 但我们四个人都乐在其中 人与人的互动 悠行吧台更拉近了人机间的距离 用喝酒交朋友或许有点老套 却没想到今天喝酒 让我对晚辈改观 这家店能让众人放下屏障畅所欲言 不愧是一杯好酒胜过千斤的地方 麻辣香浓的酱汁慢慢冒泡 淋在软嫩的煎蛋上 这美味组合 谁能不为之心动 惠子辛苦了三年 就要推出自己的食谱了 这是他长久的梦想 得知好消息跟助手先庆祝 然后立刻发信息告诉海外工作的男友 却迟迟收不到他的回复 自从跟山田小卓一番后 两人的友谊就更上一层楼了 今天中午山田拽着吉刚 去了家挺有格调的餐厅 专门为了吃松饼 山田满心欢喜 津津有味 可吉刚坐立不安 感觉不太适应 他俩点了培根蛋味和鲜果味的松饼 水果的酸甜清新令人心旷神医 培根蛋的则香气肆意油而不腻 吉刚意外地发现 咸味甜点也挺好吃的 虽然大伙都觉得松饼算甜点 看来他当正餐也不错 在小山田眼里 虽然优 行吧 他还挺好 但作为广告人得跟上趣事 得尝尝现在流行的美食 因为女友杨子爱松饼 她才开始认真学 但想到上回在酒吧时 杨子含糊其词 说两人的事 吉刚忍不住问他们 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差不多之前还去了幽行酒吧 山田说杨子最近好像挺忙 老师跟他说对不起 那你们就去过一次 吉刚未免尴尬 找个理由说去洗手间 结果发现 墙上有张贴着惠子学姐的海报 他自拍了个和海报的合影 随即把照片发过去了 原本闷闷不乐的惠子 看见这张照片 顿时笑了 接着惠子给他打了个电话 提一晚上去幽行酒吧喝一杯 约定的地方在松户站边上 跟着惠子的指路 吉刚来到一条窄巷前 要是换成以前的吉刚 他肯定发现不了这小酒吧 但现在变成了他的乐园 如果没惠子学姐带路 他也找不到这乐子 如今已经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幽行酒场的人生了 一推开酒馆 那扇老旧木门 吉刚就看到惠子学姐 已经在把台旁坐下 依然是那么乐观的 和大出闲聊 他对我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难道只有幽行酒场吗 惠子点了啤酒和煮毛肚 店里的啤酒泡沫特别多 光看毛肚主就挺有食欲 撒上点葱花 味道更丰富了 毛肚主和啤酒上桌了 冰啤酒 真是消解一天 劳累的最佳选择 惠子让吉刚尝尝着的特色毛肚主 嘴里一方炖的软烂的毛肚 就在口中慢慢化开 比起中午的松饼 吉刚还是更爱这种简朴味道 配啤酒刚好 今晚我得尽情享受 惠子又点了刺身拼盘 各种新鲜鱼肉和章鱼片 拼盘里还有切碎的鱼肉 每片都闪着光 这鱼都是渔民直接送的 肯定又新鲜又好吃 因为每天的鱼都略有区别 每回尝心口味的刺身 都让食客们挺开心的 红雕加点芥末沾酱油 那骨微汁的滋味秒满口 肉质景时实在太香了 你俩挺配的是情侣吗 才不是呢 不靠谱学弟遇上猛学姐 别那么说嘛 小驴之水壶放在便携式炉子上 这是这家店从上一任老板经营 开始留下的传统 这家幽形酒厂独特之处 还在于它有一片宽敞的 合适座位区 今天跟屋子里的朋友们 一起庆祝一对恋人结婚了 惠子跟吉刚就能坐在把台边 闲逝地小酌几杯 感受着周围的庆祝氛围 挺有一番情调呢 火旺快炒的头子牛肝 和关东煮一起端上来 牛肝味道真香 吉刚刚加起一块萝卜 就吃了 咋吃我萝卜了 不好意思 闹着鸡蛋心流着 店老板看他俩幼稚斗嘴 就又送了块免费萝卜 入味的萝卜 是关东煮的极品 看惠子学姐端向美食的神情 吉刚不由地也笑了起来 他们接着叫了肉酱味增煎蛋 煎蛋软糯上面 撒满了肉酱和鲜绿的小葱 勺子一沾就深陷进去 这种柔软难以言表 味道既麻又辣 真让人离不开酒杯 看着和市里那对新人甜蜜的样子 惠子情不自禁地想起男友 最近的态度 学姐你男友怎样 还在海外吗 一连串问题让惠子无言以对 吉刚忽然也觉得挺失落的 想到如果惠子的男友回来了 他就没机会了 惠子一边喝酒一边想起来 男友以前总是在他身边 不知不觉他们变成了现在这样 饭后两人一起走向车站 惠子跟吉刚说他要写诗谱了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无论你开心还是伤心 听完吉刚那番话 惠子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 可能他就是想靠一靠 减轻点寂寞感 或许他对吉刚真的有感觉 回家的路上 惠子的手机收到了男友发来的短信 里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谈 感谢观看